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这两天,关于纽约华裔流浪博士、孙博士的事情又有一些新的消息 11号,复旦美国校友会纽约分会发布声明 称,感谢各地朋友们对孙校友的关心和对志愿者团队的支持鼓励 通过志愿者团队和各方朋友的不懈努力 孙校友在得到食宿保障以后 其治疗过程在本地社会支持体系下已经顺利展开 另外,根据其他的一些信息显示 孙博士目前已经在纽约拥有了自己的住所 前两天,有一位视频博主和孙博士一起在一家餐馆吃饭并开了一场直播 在直播中,这位博主表示 孙博士现在在附带校友会的帮助下 正在办理证件,治疗病情 后续回归社会,回归生活,回归工作 也在筹划中 他会留在美国,接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保障 好,那么对于孙博士的事情 我们就关注到这 希望他能够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个与此相关的话题 美国的流浪汉为什么饿不死 大街上有那么多的流浪汉 他们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那么他们的一日三餐温饱问题怎么解决 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 根据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最新报告 全美现在的游民人数大约有65.31万人 过去的2023年达到历史新高 其中首都华盛顿,纽约州和佛门特州 游民比例最高 2023年,华盛顿DC的游民人数大约有4922人 这相当于每一万个居民中就有73.3人无家可归 而纽约州的游民人数大约是10.32万人 相当于每一万人中有52.4个游民 好,那么多的游民在大街上流浪 他们的生活怎么保障 就说最基础的问题吧 一日三餐怎么办 其实游民的问题在美国 一直都是备受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群体 其中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 对游民都有一些社会保障措施 比如在食物方面有食物银行 我刚才到网上查了一下 纽约的食物银行 点进去一看 纽约五大区的食物银行 在地图上是密密码码 非常的密集 而且上面都有详细的发放时间和地点 而且上面还有歧视投诉 如果你去食物银行领取食物 要是有人歧视你 你是可以投诉他 不仅可以向食物银行投诉 而且还可以向美国农业部投诉 可以告到中央 另外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报道 说美国的法律规定 无家可归者有露宿街头的权利 只要不触犯其他法律 谁也拿他没办法 而且有些人甚至还比较享受这样的流浪生活 比如这里有个例子 说纽约的一名50多岁的流浪汉叫尼尔 他就住在公园的一条长椅上 他原本是罗彻斯特的一名仓库工人 后来妻子因病去世后 他就独自一人来到了纽约市 很快他发现他没有学历 然后年纪又偏大 想在纽约找份工作也不太容易 最后干脆就流浪街头 当起了游民 他说政府每个月会给他600美元的福利金 曼哈顿的一些私人慈善机构 每天会向他这样的游民提供汉堡等基本食物 每到冬天 他会到政府提供的收容所住上一阵子 等到春暖花开 又回到湖边的长椅上 所以有了政府和慈善机构的基本保障 你看他肯定是饿不死 另外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低收入人群 一般都还可以免费领取粮食券 只要你有涉安号 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基本上都可以申请到粮食券 而低收入的标准 一般都是每人每月收入低于1473美元就可以申请 这个数字是2022年到2023的标准 这对于游民来说 一般都是符合粮食券申请标准的 那么每人每月申请粮食券 它能够领到多少金额呢 根据粮食券福利最高金额 48个州跟华盛顿DC的标准 一个人每月最高福利是281美元 如果你是四口之家 可以达到939美元 而且这个粮食券 在接收粮食券的超市 一般的食物都能购买 比如像面包 牛奶 水果 蔬菜 都可以 饮料 零食 也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就不能买酒 不能买烟 不能买麻麻 活体动物也不行 你说我买条蛇 玩玩 那不行 所以说 大家看 每个月有280美元的 粮食券垫底 然后呢 不时的还可以去 食物银行 领食品 还有社会福利机构的 其他的一些帮助措施 所以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应该是可以保障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美国的大街上 有那么多流浪汉的原因 另外 除了政府的基本福利之外 美国还有一些社会福利机构 也会帮助游民 除了提供食物 还会向他们提供住所 有些是过渡性的 有些是紧急性的 也有一些是永久性的 当然永久性住房 更多的是由政府来提供 而且这些居住的住所 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现在关键是 很多人 政府或慈善机构 免费向他们提供住所 但是呢 他们不喜欢去收容所 就喜欢住在大街上 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 纽约市就曾经发起过 一阵清理游民的计划 但是呢 最后却以失败告终 报告显示 说这次清理游民的计划 只有90人在收容所 逗留时间超过一天 其中40人最后退出了收容系统 最后呢 这些人还是回到了街上 这纽约的街头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有吸引力啊 很多人就是不走 就是喜欢睡在大街上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在于 人家要是不想走 不想离开街头 政府 你真的就拿它没办法 纽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清理游民的工作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不管你怎么敢 怎么吼 我就是不走 我就喜欢地铁站 就喜欢躺在街上 你能把我怎么样 警察也没办法 也不能抓他 好吧 这个呢 就是关于美国游民的 一些相关信息 等大家闲聊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订阅关注本频道 还望老朋友们多多点赞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 美国军方遭人诈骗的一切案件 美国德州军方 遭一名女子诈骗 被骗金额竟然高达一亿美元 你说这是怎么做到的啊 据报 德州的一位军队雇员 是美国陆军儿童 及青少年服务部门的一位 财务计划经理 叫梅洛 今年57岁 涉嫌在过去六年间 盗用军方供款一亿多美元 购买了31处房产 70多辆豪车 及重型机车 据检察官指出 说这名女子 她的年薪是13万美元 但是她却过着极度奢华的生活 拥有的房产遍布 德州 巴里兰州 克罗拉多州 华盛顿州 及新墨西哥州 其中最贵的房屋价值 高达400万美元 据调查人员发现 她曾经购买了 奥斯汀马丁 法拉利等豪华汽车 还去世界各地旅游 但是她在报税中 2017年 她的公司只申报了2152美元的营业额 这就引起了国税局的高度怀疑 后来经调查发现 她在2016年成立了一家空壳公司 叫儿童健康及青少年生命发展公司 并通过和军方合作 骗取军方的补助金 但她却从来没有为军方提供过任何实际服务 根据法院记录 她共计40次将军方的补助款存入公司户头 累计金额超过1亿美元 据军方指出 这是美国军方遭遇的诈骗金额最高的一期案件 你看胆子也真是肥 连军方的钱都敢骗 但是这个问题 关键问题可能还在于军方怎么就那么好骗 竟然被一名女子和一个空壳公司骗了1亿美元 你说这是怎么做到的 看来这军方估计有内截 不知道这后面拔出的萝卜会带出多少泥 最近美国的水产贝类好像又出了一些问题 本周联邦食药管理局FDA 针对麻州、伊州、新州、纽约州和宾州发出建议 有一批疑似已遭污染的扇贝正在世面流通 建议餐厅、零售商和民众不要食油 据称这批扇贝是由麻州的海鲜批发商售出 经调查发现这批扇贝来自麻州的一个进补水域 但却被错误标记 据FDA表示 尽管警告范围针对的是以上几个州 但这批扇贝很可能已经流通到了其他州 因此该建议具体针对完整的活扇贝而发出 FDA表示 这部分水域捕获的扇贝 可能受到人体病原体、有毒元素或有害物质的污染 服用后可能会生病 食物中毒症状包括腹泻、胃痛或胃经软、恶心、呕吐和发烧 因此FDA建议 可能购入这批次扇贝的餐厅和零售商 应立即处置 并指导员工彻底清洗双手 对厨房备餐区和烹饪设备进行消毒 所以大家最近如果有购买过扇贝的 要多加注意了 另外在加州的圣地亚哥本周也发生一起疑似因使用生蚝而集体中毒的事件 据当地卫生部门通报 有41例确诊病例和懦弱病毒有关 而根据这41名患病人员的报告称 他们在出现症状前一两天都曾吃过生蚝 是生的生蚝 其中症状包括恶心 呕吐和腹泻 但这些病情都不需要住院治疗 病情相对来说比较轻 对此当局将这些病例和来自墨西哥西北部特定地点的进口生蚝进行关联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生蚝中毒时有发生 在吃牡蛳的时候最好煮熟了吃 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吃生蚝 不过我老婆老是叮嘱我 让我别生吃 一定要煮熟了吃 看来生吃确实不太安全 以后还是听老婆的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本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